你找到了那本书 厉害厉害 我是这一年做记者做商业记者的 好久没看过 02年你看 对02年 你看我记得很多 孙光兴 我记得他 当时我去了新疆 他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因为他是一个军人出身 军人出来以后 因为那边 汉族比较少 但是爱吃鱼 但是布鲁木齐里 还比较远 所以开了一个鱼餐厅 然后开了别的城市 然后后来俄罗斯 那个那个 苏联 就是 就出问题了 91年 然后在那边就是买了一些石油的装备 然后又完全改了 然后就变成房地产 然后就得得得得得 就很好玩 他对他不断的有浪 抓的机会很快 确实厉害的不得了 嗯 你记得那个时候 中国社会的气氛是什么呢 那对钱是什么 什么态度呢 是一个 钱怎么态度的 嗯 最起码就是 没有今天这种财富透明度 嗯 比如说我 这个人我记得 许荣茂 许荣茂 我当时我在 嗯 上海看到 有一个 嗯 廣告 世贸滨江 就是在上海 很有名的一个楼盘 嗯 它的广告叫 六八八八八八八八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 我就说 谁能买得起这个电话号码 应该是可以上榜 所以 哈哈哈哈 然后 然后我找到了 我就是 打电话过去 嗯 然后呢 打电话过去以后发现 找不到他们这里的 但是知道是一个福建的老板 给他们福建的总部打电话 嗯 终于发榜的前两天就找到了他们了 他好像拍到前十年了 嗯 嗯 影响也也蛮深刻的 陈丁华就女首富了 对 全球白出其他女首富 就是后来才知道的 就是很好玩的 很多好玩的东西 嗯 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 你当时想过中国企业家的这种 对你们的这种信任也好 或者不信任也好 最初做榜单困难 是什么 现在想起来 我是多年来 很多人就跟我讲 哎呀 我们中国人不爱漏腹 嗯 好吧 我就说了好吧 那你 因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特色 我觉得全球差不多了吧 当然我说 那你怎么帮我解决的 全球买高档汽车买的最多的是在哪 在这 全球买那个高档手表最多的是在哪 全球买最多的高档 红酒白酒在哪 都是在这 确实是有心理矛盾 我这个心理矛盾 我是这样子理解的 嗯 你自己还是很自豪 嗯 因为你再怎么样 你是万分级的 还是百万分级的成功 嗯 其实是相当的lucky 不容易 嗯 所以这块 你应该特别的自豪 其实你会到全球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愿意 把他的财富放在阳光之下 嗯 但是他 他认为放在阳光之下 可以帮他放大 所以他 他才愿意上市的 嗯 我今天发了榜 有一个人就说 我不愿意上榜 你把名字拿掉 我说没办法 你上市公司的 谁都能估算你的股份 你的股份就 这个企业的百分之二十几 这个企业值一百块钱 你就二十二块钱 我就 你弄意思吗 就你在公开场地 你就可以把自己放大 嗯 但是同样你要有这个阳光 嗯 嗯 我觉得中国的环境可能更复杂一点吧 我不认为 你不认为啊 我不认为 嗯 因为我自己学了历史的 这个历史有关系的 我记得我有一词的 我在海淀那边的 就是往那个游易宾馆走路的时候 就是我跟一个同学 一个中国人在一起 然后我们看了一个高档车 我说啊 你以后你应该开个谈 我说给他开玩笑的 我说 我就没说什么 然后他很严肃地回头 我说no 嗯 我不会了 我说为什么 因为那些车都是绿的 蓝的 白的 嗯 绿的是跟军队有关的 嗯 蓝的是跟海关有关的 白的是跟什么武功 还是政策有关的 公安 这是国家的 嗯 所以作为一个老百姓 我不可能找 嗯 作为一个 呃 有开这么一个车的 而且我本来工作都是分配出去的 嗯 所以是不可能的 对 那个时候大家不愿意谈论金钱的 包括对钱也觉得跟自己 没有那么多的关系 他的人生就会很固定的上班 嗯 但是真的是在92年就开始了 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的 嗯 其实真的是很好玩 我听到了新疆人就跟我讲 在新疆创业着的 都跟我讲他们会坐火车 到深圳去买 嗯 什么电子产品呢 然后把它带回那边 然后就那边就是买高价 西安的成都的 当然上海的北京都在跟我说 然后就是第一通经 就是慢慢从这里就来了 深圳就像我们中国的 the west 西部一样 go rush yeah it was a go rush 嗯 it's kind of interesting but 这些故事我觉得挺挺值得说 嗯 挺值得记录 嗯 那如果从第一份榜单到现在这个20年 如果划分这些企业家 或者说不同的阶段的话 你觉得能分成哪几个阶段呢 第一批是做贸易的 第二批是做海南 然后第三批可能做房地产 然后第四批可能说是 嗯 开始做制造业的 和出口 早年的网络 嗯 等等这方面 走到今天呢 是这几个阶段 我的深刻的一种感觉 是这样子的 就是 嗯 如果我们要写企业家历史 这帮企业家 肯定会超过了第一批 洛克法德木跟卡纳基的企业家 他们的规模其实会做的 有可能还要大 因为目前还是 年龄也不是特别大 嗯 然后我另外一个深度感受的到 你现在到大学生去做 去接触这些 嗯 四年级啊 三年级的 很多人就是有个创业梦想 嗯 然后就觉得说不定我也可以成 那个下一个喜茶的年孕城 嗯 才29岁45亿的 嗯 不上90年就是 你的梦想就可以放大 嗯 包括他们不同的generation之间那种变化大吗 比如说喜茶这样的小伙子 年轻一代20 something 他们跟之前的比如是20年前 他们的这个mentality有差别大吗 我早年这是美国人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是中国这些企业家 你上方企业家有什么共同点 嗯 第一成心 第二清分 第三务实 嗯 然后最近我又做了一遍 然后我发现第一 创新 嗯 第二就是资源整合 就包括资金啊 包括呃 你的合伙人 嗯 第三速度 然后你逼不过速度 诚心还在 只不过排到后面一点 呃 务实 哎 就是现在你用人家的钱 就不用那么务实 就是 清分 那我估计这个是不说了 嗯 当然大家都 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 清分 嗯 那你觉得中国企业家的这种 问题在哪里 它的 这个不好的一面是什么 呃 缺点的话 呃 一个人群缺点不好说了 嗯 嗯 那就 呃 几个发生 第一我们现在发生这些 80后的上榜企业家的 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最大的名校的 秦华 北大 复旦 上这些学校我觉得越来越重要了 嗯 第二个发生我 中国的女企业家很特别的 嗯 嗯 我们一直研究这个女企业家 研究了从06年 当那个九龙之夜的那个张英 当首富的女人 张英 她是中国而全球白手旗家的 最成功的女企业家 全球的Top10最成功的 Top100个最成功的女企业家的 白手旗家的 可能70个来自中国的 但是她们的年龄 现在基本上都是60后50后 嗯 90后80后 几乎没有的 中国的女的80后的 中国的企业家 这个比例是远远地 与张英 这一代 嗯 还要去理解 是我 我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有可能 现在的80后 我觉得是脑子 确实比当时的创业者 要大 因为你现在这个市场的 竞争对手都多 所以你要在这个时候去成功的 其实不上一千那么容易 你你你你消一个大一点的脑子 就是这几个学校 筛选出来 你的成功还是不成功的 嗯 然后小康社会来了 所以这些女企业家没有这个创业的动力 上可能二十年前那帮人 嗯 这不是一个可能不是一个中国企业家的问题 就是可能不是一个一个人物的问题的 嗯 但是这个点到底在哪 可能就是到最后就一句话 嗯 我认为我一直问这个问题 就是这是一个历史偶然 嗯 还是这是一个必然 今天我就说了 嗯 一句话就是 五年内 中国应该会有个十几个万亿计的企业家 嗯 然后 如果你 你就把它当一个胡言说了 那就没什么事情 但是如果你再想一想 基本上 可能性还蛮大的 黄振的速度是不可思议 嗯 真的不可思议的 你想一想一个成立才五年 创造了2000人民币 这个速度是 呃绝对是一个实际低 嗯 往新的财富就这一年就是涨了三四倍的 这速度就快 当然 这件事情也不是一个中国特色的 你像那个Elon Musk 嗯 也就是往万亿计人民币的 走 亚马逊的Jeff Bezos也差不多到了 嗯 所以可能 五年内的 世界有可能都会有个二三十个万亿计企业家的 这是一个 创造一个新的思考 嗯 嗯 你说这些人值不值得有那么多钱 嗯 嗯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 就 我 我 你还有时间吧 走一走下面 哦 好啊 这有三三步 嗯很舒服啊 现在还行 还不错了 你应该还在看你的 bookstore 嗯 对啊 对啊 我在对我平时做 book store 然后我是写 writing books 对 对 你会觉得 sometimes very bored 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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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 怀疑 怀疑的 啊 要不要 就管掉了 还是要不要就卖掉 还是要不要就不做了 嗯 还是 基本上每五年的 嗯 然后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个 嗯 嗯 家族 家族朋友的 有一次我问过他 在我的十五九岁的时候 我说 喂 你有什么建议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嗯 我说 到我这个年龄 那时他可能七十岁不到一点 嗯 你回头看 你的一辈子 嗯 如果你某一年 你 不做跟往年一样 你会特别地自豪 嗯 When you are my age 你回头你会记得那个年 When you are my age 你回头你就想我多做了 多讲了一天完 whatever it is 嗯 我说no interest 所以 我没有做到 完全到位的 所以 但是 嗯 我们 我们试试一下吧 你 你 找到了 你厉害厉害 好 如果你们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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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解释了 这个故事 不多 但是偶然受到威胁 怎么威胁啊 打我家里门口 敲门门 嗯 说我们知道你住在这儿 不要把我们老板放到家 我还是当年写上住 因为他是公开信息的 你没办法说no 那老板现在还正常吗 对啊 不是因为我 但是我认为 我当时的一件事 我说过 我说过 因为我们 有更多的 产生 而且 产生 更多的 产生 产生 更多的 产生 我做这个 列表的目的 有几个 一个是 我想给自己看 谁是第一 这些人的故事 在我新中国 这是一个 但是还有一个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有一个 印尼的 前总统 叫苏哈托 苏哈托 然后那个时候被报道了 报道了很多 他好像是 钱 成了多少个 billion 我都觉得 怎么一个国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认为 这是可以通过这种 媒体的力量 那 哇 所以这就是苏州河 穿苏班人士 是在中国水是money啊 水是财 这个水比钱轻很多了 可以 要这个啊 这个可以吧 可以 鲁森堡一样 水的啤酒 有有有 这里有鲁森堡的啤酒 有没有 鲁森堡 鲁森堡没有 能不能给你推荐 你一个鲁森堡的啤酒吧 好的 谢谢啊 谢谢啊 Thank you very much 来 我们去门口 非常好 再回去会觉得困难 你说到回去英国的会 其实我怎么说 我没有把它当回去 嗯 有点奇怪的一种思路 因为我在鲁森堡长大了 然后在英国伤学的 嗯 所以在英国我正式住过了 也就四五年 啊 所以我没有这种感觉 会英国的 嗯 虽然我当然我是英国人 嗯 我心里我认为我是英国人 但是我 我创业跟我太太 第一次认识 我说我不是这种 愿意三年在这儿 三年在这儿 三年在这儿 我去哪儿我就愿意做深一点 嗯 但是我也没想到我会 才是二十多年 跟我太太 我没想到她能耐心二十多年 因为她的中文不是特别好 嗯 谢谢 哇 正好就是要做这个 太喜欢了 Thank you I need a little bit of food 有一个有一个点 我觉得我们今天 可以稍微长 长开的说 百夫棒上的 就不说其他的 就是可能这世代的十来年 嗯 十五年内的 会有个 最起码一万 十万亿到十五万亿 这个财富的所有权 转到 嗯 儿子女儿 嗯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 是 一个点 我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认为它应该不应该传到 第二代吗 二代值不值得 受 继承这笔钱 嗯 不知道 其实这也像一个 epic 之前creating 这个wells 是一个epic 现在也像一个 就怎么把它 从这个地方到下面 这是一个epic 而且很可能也把它们 crush掉了 这么大的一个力量 对 但是现在的企业 他们就是互相沟通 互相上那个 上学了 互相是朋友 可以学很多的 你看你放错了 儿子和你女儿结婚 whatever it is 可以上各种的办法 去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 那个传承的事情 其实 我有个有一点好玩的一点事情 我太太第一年 第一天来上海的 我带她到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楼 我说我特别想想办法 把这栋楼买下来 嗯 因为它有历史 嗯 位置多么好啊 我知道这个楼肯定会 但是我一无所有 没办法 但是如果我有爸爸给我担保 嗯 那我能把它买出去 这笔钱是银行给的 你可以说我是白手起家的 嗯 爸爸才给我签个名 担保 嗯 但是我没有这个办法 嗯 他老实说我是白手起家的 哪儿白手起家的 不可能呢 嗯 he is a 很传统的富二代 嗯 很多人就认为 我们做富豪班 我们 care 富豪 嗯 其实我们不怎么 care 我 care 故事 嗯 我就 care 他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嗯 为什么是他不是其他人 嗯 这是我要挖出来的 嗯 但是我们不想鼓励 富豪变得更富 嗯 这不是我的工作 我的鼓励 是更多人 就变成写账 嗯 嗯 这个概念 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那纪念的榜蛋 你应该说是 比较有特色 因为疫情一点 嗯 全球的经济 就碰到了 麻烦 应该说是 巨多了 嗯 但是最起码 我们在榜蛋上 今年 好像影响不是特别大 我们看那个疫情 嗯 嗯 我可以分三个阶段了 第一次后两个月 全球的财富 包括中国 包括所有的 都下降了 第二个两个月 所以基本上 V字星回复了 我们全球最成功的企业家 V字星回复了 然后第三个 两个月 基本上从六月份到今天 三个月 崛起了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可以说疫情之下 应该经济做得不好 这一年是我九九年以来 我很难想象的 是从来没有见到一个财富增长 上进来 你觉得这个财富在这么短时间里 这么大量的积累 你觉得对社会的这种冲击 或者是什么呢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但是我觉得 绝对是我们全球人都要面对一个问题 你怎么看这个 你觉得这个决定方案在哪 好像没有什么方案吧 历史上的方案都是会发生 social chaos 然后去把它们再切分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 但我觉得他们会造成很多的angry 就是带来的一种过分的不公 过分的不公平 不平等带来的这种 它会必然要产生很多angry 对 但是有可能我面对没有用 因为这个东西 当然还有一个矛盾 因为你这个财富 我们英文叫an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多了一个零 就是一个游戏的 没什么意思的 所以为了鼓励更多人 这是不看我们榜单上的数字的 我做了一个财富自由门槛 我就问了一大堆的企业家 你认为多少钱是自由了 然后我有四个标准 一个是入门级的 一个是一线城市的 再好一点再国际的 那国际的我们大概算的是 五千万美金的 三亿人民币的 这再多你就没有用 那这个国际表征是 你是一个全球级的企业家 你想在马塔顿有一套房子的 包括香港有一个别墅啊 这种东西 完全财富者 就三个亿 我们百富棒门槛是二十 其实远远超过了 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 我们就发现这个幸福之书 最快乐的 可能就是在三千万人民币的 这个是看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就是每一个都有点不一样的 但基本上你能买得其他房子的 能为你自己生活的教育 医疗能满足的 就已经了不得了 这再多的话 你应该怎么用比较好 他除非他们会要 他们要寻找一种很好的方式 去distribute distribute这个财富 对 确实绝对是一个难题的 肯定会个别人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人 就是万一季的企业家的 五年内的 但是可能其中会有个 两三个人 会做万一季的捐赠 当然都会鼓励他们 但是大头不会 估计的不会的 你像我们今天的 三千亿的企业家 有做少 是做了几百亿的慈善捐款的 两三个 三四个 就不多的吧 问题在这儿 就我一直强调就是 我们要鼓励第一代企业家 从富豪变成新贵 新贵我认为是和富豪最大的区别 是文化和自然 要把它变成的 社会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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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一个 对对对 历史文化 这种转变吧 这种转变吧 有完完 有完完 就像富 变成贵 这是我说那个3D的概念 是一个roof 一个上面的 一口 一甜 是物质品 然后贵是中 和背 然后那个中是你 我理解的你要坐在房间的中间 我的理解 不一定是对的 你已经不是收藏你吃的 不是这种物质品的多 你收藏的是一些文化 和子人 尊敬是来自于你能坐在 房间的中间 那你就收尊敬了